经历了大范围长时间封控的中国大型城市西安和上海 本周又不得不开始面对大范围的管控 首先是出现了新一轮疫情的西安 陕西省疾控中心对本轮阳性感染者的核酸样本 进行了基因测序后 于周二宣布结果确定为奥米克戎BA5亚变体 这是一种比奥米克戎病毒更具有传播性的病毒 已经成为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的主要流行病毒 而在西安的出现是首次在中国社区爆发 陕西省疾控中心表示 奥米克戎BA5亚变体传播速度更快 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 因此为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 争取再度实现清零 西安市宣布自7月6日零时起 在全市实施7天管控措施 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学东通报了最新措施 包括暂停所有公共场所的运营 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实行封闭管理 餐厅暂停堂食 一周内不得举办大型会议 婚礼要求延期 丧事要求减半 中小学、幼儿园则全部提前放假 周二政府宣布 陕西省一共记录了7例有症状病例和2例无症状病例 西安已经将全市划分为 低中高三种风险区域 并且要求市民居家 但是即便是在低风险地区的人 也被要求不要离开他们的区域 到目前为止 西方所有国家的病例 没有证据表明新的亚变种 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表示 中国愿意为清零政策付出经济代价 但是新变种的到来 只会让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与此同时 在刚刚解封不久的上海 超过一半的行政区 今天无预警宣布 将在三天内进行两次大规模核酸检测 筛查期间进行封控管理 周一下午已经陆续有社区传出 只进不出 据悉这次封控与上海多家KTV 传出群聚疫情有关 上海市政府周二公告 上海16个行政区中有12个行政区 在7月5日至7日将展开三天两检措施 据上海多地社区公告的通知显示 筛查期间社区只进不出 对于大规模核酸筛查的原因 官方公告仅称7月3日4日期间 上海连续出现多例本土病例 足迹均于普陀区的一处场所有关 且这个场所人员流动频繁 活动轨迹涉及上海市多个区 因此这个场所已经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据上海网友在微博爆料 这处高风险场所就是KTV 随后的调查发现 涉足KTV的阳性病例 与密切接触者的足迹 至少遍及上海五个行政区与六间KTV 面对风控与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刚刚被封两个月的上海人只能够苦中作乐 称这是上海疫情三部曲的第三部 名字叫做我为歌狂 而前两部分别是华庭网事与红玫瑰 也就是指疫情一开始的爆发点 华庭宾馆和后来的红玫瑰美容院 这是上海解封后首个爆出群聚染疫的地点 此外也有网友评论 这帮人是不是职业歌手也太能唱了 唱遍上海滩 另外一方面 中国在边境管控方面却是日益放宽 随着夏季旅行旺季的到来 中国已经向更多国际航班敞开大门 来自俄罗斯和菲律宾的航线都有所增加 本月起 从俄罗斯飞往中国的航班 将从目前的每周两班增加到八班 在新增的航班中 将恢复莫斯科与北京、深圳和成都之间的原有航线 还有三个新的航线将会往返于莫斯科北京 莫斯科上海以及圣彼得堡与成都之间 从2020年3月起 中国对国际航班实行严格的五个一政策 也就是每个国家每周仅允许一条航线的航班 这一政策导致了100多个国内外航空公司 削减了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 最近这些规则开始松动 根据上周的政策变化 入境旅客在中国的隔离期已经减半 中国民航总局6月宣布 作为振兴中国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将允许更多的国际航班 美国的达美航空于6月份 恢复了上海和西雅图之间的航班 并将于本月恢复底特律和上海之间的航线 与此同时 新上任的香港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周一表示 希望很多在大陆和香港两岸分居的夫妇 能够在下个月的七夕节团聚 他说 如果香港努力控制当地病情 与大陆的边界有可能在8月4日 也就是今年中国的七夕节重新开放 现在香港要前往大陆 需要实行预约制 每天开放2000个名额 经常在早上10点一开放就被一抢而空 中国下周即将发布二季度的经济数据 预计届时将会出现两年多以来的最低季度增长率 因为二季度的数据将包含4月份和5月份 中国疫情高峰时期所付出的疫情控制成本 根据目前的数据 预计4月份至6月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 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4% 这将是自1992年以来的第二慢的季度增长速度 李克强总理此前承认 今年中国可能无法实现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二季度的现实目标仅仅是实现正增长 经济学家表示 即使是2022年下半年经济反弹 也有可能不足以让中国实现年度增长目标 因为北京不愿放弃清零政策 而且与西方的竞争也正在升温 分析师估计 2022年最后两个季度的GDP可能会连续增长 但是全年的增长可能在4.2%左右 分析师表示 中国能否对新冠控制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 是今年经济稳定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因为这将影响中国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以及促进消费和确保正常生产 分析人士警告 如果我们不能够科学的看待大流行 在控制政策时继续忽视经济发展 那么我们将很难保证4月和5月的治安时刻 不会再次来临 为了提振经济 路透社独家报道 两名知情人士称 中国将设立一个价值5000亿元人民币的 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以刺激基础设施支出 并且重振疲软的经济 消息人士表示 该基金预计将在第三季度设立 中国最近几周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支持措施 加倍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说承诺为政策性银行提供8000亿元的新信贷额度 和3000亿元的金融债券 以资助大型项目 另外 由巴菲特支持的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已经超过马斯克的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 处于的行业领先地位 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 今年前6个月售出了约64万辆新能源车 包含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0%以上 而相比之下 特斯拉上半年销售量为56.4万辆 较去年同期增长46% 今年的4月到6月 特斯拉的销量比今年前三个月下降了18% 主要是受到上海疫情封锁的打击 业内人士表示 上海的封城对特斯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特斯拉要弥补失地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比亚迪电动车的刀片电池 深受广大车友欢迎 其销量的快速增长在预期之内 业内专家估计 由于上海为其两个月的全市封锁 特斯拉的产量损失了5万至7万辆 尽管现在全面恢复生产 但是其供应链仍然面临压力 特斯拉40%以上的销售额来自于中国 而比亚迪能够最大程度的免受不利影响 主要是因为其大量的整车工厂 正好不位于受到最严格的防疫限制的地区和城市 受到中国疫情措施影响的还有亚投行 由于工作不便 亚投行将开设在北京之外的首个办事处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 阿布扎比将作为首选地点之一 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开业 亚投行的海外扩张 是国际实体因为中国的防疫措施 不得不调整运营的最新迹象 在疫情时代 阿布扎比的入境政策目前相对宽松 接种了疫苗的人员 无需出示核酸阴性结果 也不需要接受隔离就可以入境 亚投行由中国政府在2015年牵头成立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西方多边贷款机构的一个替代选择 中国持有亚投行26.6%的股权 是该行第一大股东 对任何重大决定实际拥有否决权 自成立以来 亚投行已经为33个经济体的181个项目提供资金超过360亿美元 项目包括印度的地铁系统 乌兹别克斯坦的燃气场等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中国基本上关闭了边境 亚投行驻北京的员工难以到国外检查项目 或是收集新的投资信息 同时也面临国际人才流失的问题 这使得实际上亚投行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周二刚刚通过视频会议讨论了美国对华关税的话题 知情人士就透露 拜登政府最快本周将宣布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 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声明 在周二的视频会议上 刘鹤告诉耶伦取消额外的关税和制裁 对中美宏观政策意义重大 刘鹤在会议中要求美国公平的对待中国公司 并称此次交流十分有建设性 而美国财政部将这次对话描述为坦诚和务实的 随后在同一天 知情人士表示 拜登本周可能就会宣布他的决定 包括暂停对服装等消费品的对华关税 以及启动一个广泛的新框架 允许进口商要求关税豁免 在权衡这项决定时 拜登受到了政府内部 以及包括商界、劳工界和立法者在内的外部力量的意见分歧 因此宣布关税削减的计划一再推迟 这种推迟反映了拜登政府内部对中国关税的尖锐分歧 财政部长耶伦称 关税拖累了经济 并且一些关税没有战略意义 也没有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 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认为 关税是获得中国让步的宝贵杠杆 可能采取的措施 包括提高工业、机械和运输设备等战略项目的关税 同时降低消费品的关税 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 美国还可以根据贸易法第301条 重点关注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工业补贴 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对一套新产品征收关税 美国正在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大部分的分析人士同意 取消对华关税对缓解美国通胀压力作用有限 而对中国来说 降低关税对提振中国经济的作用也有限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估计 如果从7月起完全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将可能使中国2022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2个百分点 另外据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本周在巴厘岛出席G20峰会期间 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 布林肯与王毅的会面将是他们自去年10月以来的 首次面对面会谈 美国官员透露 美方希望这次会晤能够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稳定 会议的一个关键目标仍然是加强中美关系的护栏 令中美竞争不会蔓延成为对抗 美国官员称 当面会谈的外交十分重要 现在正是好时机 两人的讨论话题将会十分广泛 另外彭博社近日报道 之前是透露 美国正在推动荷兰禁止其半导体设备公司ASMO 向中国出售半导体关键技术 从而遏制中国的崛起 华盛顿提出的限制 将扩大现有的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系统的期限 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芯片生产领导者 如果荷兰政府同意 这将大大的扩大现有的 禁止进入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和类别 这可能对从中芯国际到华虹等 中国芯片制造商造成严重打击 荷兰的ASMO公司 目前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光刻系统 ASMO的机器对英特尔 台积电和三星等芯片制造商至关重要 每台机器需要数亿美元 知情人士说 美国官员正在游说荷兰 禁止ASMO公司出售前一代 深紫外光刻系统给中国 这些机器比尖端技术要落后一代 但是仍然是制造汽车、电话、计算机 甚至机器人所需的芯片的最常用系统 中国是ASMO的第三大市场 仅次于台湾和韩国 占ASMO2021年销售额的16% 为ASMO带来21亿欧元的收入 知情人士表示 该提议是在美国商务部副部长Greves 于5月份和6月份访问荷兰 讨论供应链问题时提出的 在荷兰Greves参观了ASMO的总部 知情人士说 荷兰政府尚未同意 对ASMO向中国的出口进行额外的限制 因为这可能会损害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目前ASMO已经无法将最先进的 极紫外光刻系统运往中国 因为无法取得政府的许可证 ASMO在此类设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意味着 如果进一步切断中国对其老一代型号的获得 将会严重打击习近平科技自给自足的雄心 台湾的行业分析师表示光刻设备是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 最难替换的设备 如果没有国外的光刻设备 中国的芯片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停滞不前 而在中国国内 河北省唐山市曾经因煤而建 因刚而新 因震而鸣 而今年随着烧烤店打人事件的发酵 原本就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低谷 10年前 唐山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成运动 随后楼市下行 库存积压 直到2016年 一批炒房团大举涌入 市场价格才被猛然推高 2020年 唐山市的房价涨幅还一度领涨全国 而今天 唐山的二手房市场较不上价 有豪宅甚至亏本甩卖 唐山一名房产中介介绍 最近他经手的二手房房源明显增多了 这表明投资客正在套现离场 然而 这并不是一场套现狂欢的盛宴 因为许多业主都是处于赔钱出售的状态 只不过是赔多赔少的区别 在河北省 GDP第一的城市不是省会石家庄市 而是地理位置更靠北的唐山 早在2005年 唐山的GDP便超过石家庄 成为河北GDP第一城 唐山拥有全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 第一台蒸汽机车 第一桶机制水泥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实力 曾经为唐山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是2008年前后 河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年大变样运动 高楼拔地而起 随之而来的便是高库存问题 随着后来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打压 唐山的房价不断下跌 现在处于烧烤店打人事件风波中的陆北区 截至5月份供销比达到2.36 也就是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成交价同比大降25% 成交面积同比下降51% 唐山的去库存周期正在持续延长 数据显示截至5月份 唐山主城区的库存量去化周期高达71个月 也就是说现有的唐山的房子 要近6年才能卖完 另外梵蒂冈驻香港的代表科罗纳主教 向香港50多个天主教传教区 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他说他们几十年来享有的自由将不再有 这位54岁的墨西哥主教告诉香港天主教人士 随着中国加强对这座城市的控制 变化即将来临 你们最好做好准备 他说香港不再是过去的天主教阵地 知情人士说他的担忧超出了国家的安全镇压 他认为未来几年与中国更加紧密的融合 可能会导致大陆式的宗教团体限制 在大陆天主教徒长期来一直分为 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和中国国家支持的官方教会 科罗纳主教称 他们正在谨慎地将档案案件转移到海外保管 而在上周举行的第六届香港政府就职典礼上 从司宜宣布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 李家超和所有宣誓的政府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 全部都讲了普通话 普通话成为本次典礼的会议用语 25年来同样的就职典礼举行过5次 香港官员全部使用普通话 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香港与大陆的进一步融合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